咱们的基地坐落在海边也是挺不友好的 因为老是刮风下雨 现在这海风就刮得我连站都站不稳 我不想在这里给小队员更换特制 你破事还真多 平台周围不都有围墙保护吗 不会把你人刮走摔残的 是你多管闲是吧 我想什么时候更换就什么时候更换 基地围栏外还有几个小僵尸呢 保护基地才是你该关心的事 用不着你来提醒 我这不就下来准备干掉他们了吗 现在我回到基地里面了 连同小队员也带下来了 现在继续来给特种兵小队员更换特制了 诶 干嘛 别乱跑呀 你不想变强吗 你先看一下你现在有多少容易点 然后等会再看一下你弄到你想要的特制 总共消耗了多少 就知道自己的人品去到哪了 说不定我这次人品大爆发 更换个两三次就搞定了 不会吧 运气真的有那么变吗 已经更换了N多个了 都还没有搞到狙击枪伤害专精 真是坑呀 我喝了个去 最后弄到了个迅捷 容易点就不够了 我接近70万的容易点就这么被坑完了 我都说啦 就算你家常万贯 人品要是不好的话 随时都会变成穷光蛋的 好吧 穷困潦倒的我 又只能出门去找副本赚钱啦 大师兄 你基地的防御工程不是都搞好了吗 要不要跟我一起啊 算了 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阳光道比较好 不然我怕被你那枚运体制给传染到了 那我就不撩你了 已经把传送门敲了 你想过来也没门了 那咱们就比一比 学能找到更多的副本咯 我现在继续出发探索了 老板 不好意思 我刚飞离监狱 把里面的物质舔完 就放传送门呼叫你 好了 老板 传送门我已经放出来了 你随时可以过来了 哦 对了 不是监狱副本吧 我说过不打监狱副本的 如果是的话 我拒绝过去开打 知道知道 这是一个商场副本 别默默唧唧的 赶紧过来 我又预感这次可能是满级副本了 行吧 虽然商场副本没有工厂副本好打 但勉强还能接受 我现在就过去 我到了 小队员也都跟过来了 赶紧召唤开打吧 OK 来看看 这次是几级的难度系数副本 哎呀呀 又是五级 不应该呀 我都突破五十五级大关了 不应该来个满级的吗 都说你是没运体制了 你还不信 要不是要撑上哥来激活吧 哎呦 我怎么发现 你的特种兵小队员 突然动作麻溜了很多呀 脚下跟穿了溜冰鞋一样 走路贼快的 哎 你不说我都还没发现呢 我知道原因了 因为我容易点用完的时候 最后一个更换到的特质是迅杰 所以他现在走路像是在顺你的节奏 这次咱们也算是速战速决 这么快就把小丑boss给逼出来了 看这情形 我估摸他撑不过十秒 果然几乎被秒杀的节奏 你的特种兵小队员 这个迅杰特质好像也还不错呀 瞬移中也能击杀僵尸的 而且还能轻松抖避开僵尸的围殴 但还是没有狙击枪伤害专精好 后面打空投飞机 只需要高伤害的特质 不需要这种逃命的特质 我来个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带了个精神病出来了 他只跑来跑去的 放得我眼睛都快瞎了 不跟你扯了 你想要高伤特质 就继续努力赚钱吧 现在副本已经打完了 我准备走人咯 咱们继续分道扬镳 各自去探索 行 我也来把传送门带走 继续上路找副本 我猜下一个副本 还是会被我先找到的 这次找了挺久的 终于让我在一个城镇的旁边 发现了一个工厂 工厂好啊 场地比较宽阔 僵尸聚集集中 比较不会有漏网之余 我觉得是打起来 最舒服的一个副本了 你赶紧的 我这边传送门已经放好 就等你那边放出来了 稍等他 我把几个大箱子里面 有用的物资舔了再说 好了 物资都被我收入囊中了 我现在就去放出传送门 接你过来 你放好传送门 直接传回基地吧 思潮到来的警报声又响起了 抵御完才能去打副本了 好吧 早知道先不舔物资了 这个时间完全够咱们打副本 那没办法了 我现在只能回去 和你一起抵御思潮了 没事 我对你这种不用脑子办事的行为 已经习以为常了 赶紧回来就行 我已经在平台上了